大家好 我叫我靳松 来自日本 靳松是我的姓 名字叫贵子 我在中国已经三年了 我很喜欢中国 但是到北京之前 我有点担心 觉得中国人是不是都讨厌日本了 后来发现 这样的担心是不自由的 因为大部分的中国朋友 还是这么热情 这么友好 我很多朋友都说 日本的东西做得很好 做得很真实 但是我很不喜欢日货 尤其是索尼 我讨厌索尼 是这样的 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去了索尼的面试 但是那个小索尼 居然没有录取我 我从那开始一直很索尼 所以呢 就是做泰国的朋友 以后别做了 给我一起 你这日货 这个太好了 可能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特别重是礼节 就是一个人的地位越低 聚工越要深 就这样 当社长就这样聚工 然后当部长就这样 然后普通员工就这样 然后呢 我作为一个日本女孩子 就这样就工 后来这个礼节 传到印度 就变成了瑜伽 这就是他在线下商演的一些 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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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没改 哇 我看到 所以呢 即使游家是来源于日本 但是我不生气 也不在乎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最终都是韩国的嘛 但是我真心赞同一句话 钓鱼岛是中国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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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叫我丁松 嗨 小伙伴们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视频 您可以点击收藏 或者点赞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哟